爬山是很痛苦 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至于天地之间 今天我们是没有等到日出 从凌晨三点开始断断续续下雨 今天我们把昨天没有走完的环线去走一下 开始返程 早上五点是日出时间 现在是六点多 下雨很多人都回去了 昨天我们是从金沙所到上来 把这些地方环线都走过了 今天再下一线天 把南海线再走一下 再回到金沙 下雨天再看这里 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像不像 非常有意思 恐怕警救人都没有发现 长蛾的玉兔来到三清山用完 法力不足变成石头 望向月亮 这是我在三清山山走一线天 并且这一次还下着雨 看一下很窄的 下了一线天 就是我昨天晚上搭帐的地方 看一下环境怎么样 所以今天早上看日出 我又爬了一遍一线天 莫听穿林打夜声 何妨一笑且徐行 谁怕 足道忙鞋轻胜马 一说言语任平生 很有意境啊 前方是牛背石 它的路线是比较的惊醒刺激 特别是现在的下雨天 相传的这是玉皇大帝 太到人间吃草的神牛 却怎么也吃不完 干脆就卧在了这里 爬山是很痛苦 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至于天地之间 啊 啊 一下点雨真是秒入新山 如果再来点云雾 那就更棒了 这块大石 传说是龙生九子之一的扑牢 他喜欢鸣叫 在这里向天所鸣 整个南海线呢 它就是在山边所需的战道 下面都是空的 南圣边五玉 绝景在山清 它和黄山 又是属于同一山脉 景色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缓缓的晚上两天 住上一晚 做一个山中闲人